畫面中可以看到透天明宅的窗戶 不斷竄出濃濃白煙 現場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打破深夜寧靜 熄火的是台中市大渡區 中沙路上的一棟四層樓透天明宅 警銷道場發現屋內住著一家四口 還有兩人受困在二樓 立刻進去救人 第一時間他發揮之後 在房間裡面的 那我們到達的時候 他人在二樓 就引導他下來了 因為熄火人是在三樓就是四樓 第一時間兒子跟媳婦 發現到處都是農業 立刻把門關起來 在房間等待救援 還好人都沒有受傷 屋主表示有聽到爆炸聲響後 就發現三樓跟四樓倉庫起火 而電線也都有重拉新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表示 倉庫堆放了許多可燃物 也包括屋主的藥酒 還好一個多小時後就撲滅火事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還要再進一步要查理清